作词 李宗盛 你要好好地珍惜哦 心情好是真温柔 谁都没有你beautiful oh baby 心情不好是脱衣膜 一点面子都不给留 谁让你咱们试下颜色 牙齿暖不碰舌头 脑洞脑脑你最牛 去哪里就能往哪儿走 谁让咱们试笑两口 有我你就不用愁 听你的话不问理由 只许说yes 不许说no 想你的眼就让我能再爱你一遍 让我的心里能再为你改变 oh 想你的眼 刘总 你怎么来了 那个 特意过来还钱的 不对啊 怎么多了五千块钱 钱能有白用的呀 这是利息 你算了啊 这么一弄就远了 这是家族规矩 你这弄得还真有艺术氛围啊 要是没有于春晓 我认识你是谁啊 怎么也不会借钱给你吧 是是是 要不是我们家春晓 我可能也不认识你 说心里话 我非常地感谢他 那个 同时也感谢你 这点 一点心意 收下吧 你甭管了 我回头把多出来的给春晓 这 好好 这帅哥是谁啊 我老公 你老公 够帅的啊 这 这也没见过 要不这样吧 下次约个时间 我们两家吃个饭 他没空 做大生意的 他在服刑 服 服刑啊 这这 对不起啊 这 春晓也没跟我提过 你看 我也没告诉过他 是不是我这话说的有点多余了 没事 我要是不想说你也问不出来 那倒是 那倒是 进去几年了 七年 还有几年 还有四年 怎么进去的 为了我打抱不平 尸首伤人 那你还在这儿等他 嗯 够爷们 我跟你说 我从小我最佩服这种男人 当然你 嗯 嗯 那这样吧 我还有事 好 改天我请你吃饭 好吧 我有点事 先走了 那我可等着了 好 来 好 我走 走 好 我走 来 你看我啊 我还不去 好 他要是有个话 你怎么就不好意思 你怎么回事 我还不去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换ئ子 好 好 春晓啊 宿主编 您有什么吩咐 怎么了 你看见我这么紧张干什么呀 你看你说话的样子 好像过去大宅院里的丫鬟 没事的 我呀 就是随便地过来看看 对了 那个 工资涨得还满意吧 还行 还行啊 你们现在这些年轻人呢 胃口大得很呢 做事嘛 要一点一点 一步一步地来 一步一个脚印 总不能一口吃个胖子吧 是吧 我知道 春晓啊 你呀 不能跟人家戴娜比 人家戴娜是副主编 又是干技术活的 哪像你呀 我的意思是说吧 像我们这种 卖蚊子的 靠蚊子为生的人啊 说好听一点 那是门人 说难听的话呢 那是没有一技之长嘛 也是啊 当然了 你不一样 你家里面 有那么好的爱人 给你挣钱 你挣这点钱 不就是挣点零花钱嘛 是吧 你说的是 哎呦 你不知道啊 为了让你长这么一点点啊 哎呦 我这劲儿废的呀 我已经尽力去给你争取了 你是知道的 那个总编呢 哭得很呢 谢谢了 苏主编 不客气了 没关系 我觉着 你还是非常有潜力的啦 哦 对了 晚上你有安排吗 没有 那太好了 跟我一起去陪几个客户吃饭吧 我差点忘了 我想起来了 我已经 还跟人有约了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苏主编 没关系 没关系 下次 下次吧 涨钱了啊 这次不少呀 五千 五百 就这么点钱 他还全力争取了 没事吧 他就这么点权力啊 假呗 事业单位出来的老头老太太都这样 喜欢虚张绅士 一副清明的样子呀 看得我都骑鸡皮疙瘩 算了 我认了 现在只希望人事部 赶紧给他招一个助理 把我彻底解放就好了 你们别告诉别人啊 人事部的咪咪跟我说呀 不用给他招助理了 已经有合适的人选了 啊 你们知道就行了啊 不会吧 春晴 姐 顺便吧 怎么办啊 哎呀 什么怎么办啊 你心急活两的把我招来 原来就是为了这么点事啊 什么叫这么点小事啊 你想啊 这可是关系到我前途命运的 要是总编 真的让我去做苏云的助理 我怎么办啊 没事啊 什么怎么办怎么办的 再说了 助理就助理呗 咱们家也不缺你那点钱 你说你受这一类杠 通常电视剧里 男主角要是对女主角 说出这句话 女主角一定会感动得热雷盈眶 立即猛气男主角的吧 我倒是不介意 我老婆 在我开车的时候欺望一下 我还没有说完呢 可是我怎么感觉这么凄凉啊 彭凯轩 你老是跟我说嘛 我在你眼里 是不是就是一个特别没有用的人 怎么会没用呢 你看 你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洗衣做饭你都行 说不定以后 将来给我生个大白胖小子呢 这 这都算什么呀 我有什么不一样啊 是终点工还是带月妈妈 我跟你讲啊 是不是咱们又开始抬杠了 这怎么能是抬杠呢 每个人都需要存在感 都希望被别人需要 除了从你这里找到存在感 我也需要在工作里 找到成就感啊 我明白 我明白 所以呢 我内心中 虽然非常想让你做一个 家庭主妇 可是我并没有这么做呀 而且我也没有逼你辞职啊 是不是 你想想 在别人把工作 当成一个赚钱的工具的时候 你已经可以开始 考虑成就感了 你还不知足啊 听明白了 你这是在讽刺我 身在福中不知福 不知道珍惜 对不对 你要非这么说的话呢 那我也没办法 我不是在反驳你 其实 你说你这工作 说归来倒归去 也就是打点字 聊聊天 这 什么编辑啊 助理啊 编辑助理 这不都是一个样吗 停车 什么 让你停车 你 你别瞎闹啊 这 这怎么停啊 我才不管你要怎么停呢 你马上给我停车 我的谁啊 这 你疯了吧 疼死了 我说你是不是疯了 你根本什么都不明白 有病 我已经把第十五期的资料都整理出来了 你回去好好地研究一下 然后根据他们个人的情况 再做出训练的计划 我准备对他们进行分纳归组 归成五组 对他们进行个性化训练 很好 然后我们可以在对比他们三个月之前刚进来的时候 跟现在做一个对照 你知道吗 我有个想法 我想在他们进班之前做一次影像资料 等他们上完课培训完之后对比一下 肯定有特别大的不一样 不过呢 这个我已经找人去做了 是吧 好吧 没事我先走了 先别着急 坐下聊会儿嘛 好啊 其实你的到来 我的压力真的减轻了不少 而且还有很多女学员呀 都冲着你来的 我 现在竞争很激烈 不管练瑜伽 普拉提 搏击操 以及各种肚皮舞 还好有你这个体育界降在 如果啊 我们稍微松懈一点 就真的落后了 你的到来 使我突然有一种 有一种什么 有一种 说不出来的动力 动力 我哪有那么大能耐啊 这还不单单是能耐的问题 其实一时也说不清楚 如果说不清楚的话 我就把它理解为你对我的赞赏 谢谢谢谢 你老婆有来看过你上课吗 好像没有吧 你再仔细想想 对了 上次她过来接我吃火锅 我们在这碰的面 那我就没有看错 我一看她就知道她是搞艺术的 你们见过 见过 嗯 见过 我觉得她挺漂亮的 身材也挺好 就是有点太瘦了 我在想 你的工作她支持你吗 她 还行吧 什么还行还行 别老这么没底气 你说这个还需要什么底气啊 有机会 你可以邀请她来亲自实践一下 这样吧 我送她一个健身卡 来 姐我谢谢你了 我真谢谢你了 一天她除了工作 什么时间都没有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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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小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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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夏我跟你说 心情不好 无事物饶 我是想跟你说啊 刚才苏董边找过你 我 我的心情也很不好 因为 本应该正在采访著名作家丁一的人 现在还坐在这里 我吗 丁一不是我负责的呀 我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刘栋啊 你这个教练分组的设计特别好 真的 谢谢白总 别老叫我白总了 都把我叫老了 叫名字吧 宇 还是瞧白姐吧 你知道吗 其实我觉得吧 咱们这个健身中心潜力特别的大 为什么不能把咱们的训练工作扩大 做的有特色 我好好想想 刘教练 您的方案我不同意 这种精品般的做法牵扯人力不说 关键是能坚持多久 有多少人有这样的消费水平 我们现在的做法是普及健身理念 广发博收 打开市场 可是你好好想一想 现在竞争多激烈啊 如果我们不做出一些特色来 怎么占领市场啊 况且现在连国外的健身企业 都跑到我们中国来占领市场了 所以我们还不能在我们的产业特色上 多动些脑筋吗 对 我非常支持刘教练的想法 这个就像许多房地产开发商 都建经济试用方 而其中有一小部分人 专注建高档住房 他们针对的是少数人 当然大家不要小看这些少数人 他们积累起来的价值 是相当可观的 白总 其实我建议您应该多花一点钱 请一个专业的市场调查公司 帮咱们做一个市场调查 这样呢大家心里更有数 更能了解咱们这个方案 到底有多少潜在空间 对 是 是呀 对 嗯 对 喂 喂 哦 我马上就到了 好吧 什么 哎呦我们不是都说我好了的吗 你怎么在这个时候放我鸽子呀 哎呦你 行行行行 哎呦我告诉你啊 你可欠我一顿酒啊 哎呦你 啊 好 就这么着吧 怎么回事 怎么在这碰着你了 怎么是你啊 撂卷子了 你快帮我看看 这个问题我还真解决不了 看来是游泵的问题 那这样我们找个拖车吧 我就说嘛 男人也靠不住 行 你这回又抓住把柄了 好 将功赎罪 你去哪儿我送去 不用了 我就出来逛逛 一会儿打个车回去就好了 我请你吃饭吧 行 把春晓叫上 一块儿 春晓还忙着呢 我请的可是你啊 行 掏钱的说了算 那地儿可是我自己挑啊 好 走 上车 我还以为你要吃顿大餐呢 原来带我来这种地方 你是不是觉得女人都是爱慕虚荣 贪图享受啊 别别别别 你这张嘴我是真是服了你啊 我打第一次认识你 我就知道你是一个伶牙俐齿的人 我都怕我们家春晓被你给带坏了 那现在呢 现在依然是伶牙俐齿啊 不过 我发现你这人怎么这么多优点啊 你说你这人做人怎么这么仗义呢 我告诉你啊 我可不止这一个优点 是吗 那好 那我以后慢慢发觉啊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 就叫做洞察力 比如 我现在就看得出来 你又和春晓吵架了 你你你你死武功是不是 我和眼惊惊啊 你怎么看出来的 这回又是为什么 说句实话啊 我是真不知道 是吗 白总这么承赞你啊 你看我骗你干嘛 她说这套理论啊 完全可以 需要帮忙吗 好的 娜娜 我今天晚上得晚点回去 还得做市场调查的事 娜娜 你听见了吧 我晚点回去没事吧 喂 喂 喂 我这就回去 这次一定是有人陷害我 我昨天直到下班前 都没有介绍采访任务 一大早怎么就有我的名字了呢 这不明白着吗 人家玩的是双剑合璧 什么双剑 老剑人和小剑人啊 你想想 连你都不知道采访 苏小小怎么会知道 怎么还能提前做好准备 你真的他是天才 随时拉过来就能采访 傻子也能看得出来 这一老一小在这唱双簧 摆了你一道呗 我找到这一条 你真的很赚 不菜 你那 Lilly 我会跟着 Sacramento 跟着我 我可不爱 你不认识 打尔 Date 不认识 啊 我 你在哪里啊 一会儿我们一起吃饭好不好 你有约了 喝谁啊 不说算了 没什么似的 算了 你忙吧 再联系吧 怎么说 说是和别人吃饭呢 谁啊 他没有说 我看肯定是男人 娜娜 现在只有你能安慰我受伤的心灵了 好了好了啊 那 春晓啊 要不叫他过来 别别别 敲敲敲敲 不是我要说你 有时候你得学会换位思考 我换了 我是天天换 我跟你说 我是真强迫不了 要有这么好的生活 我能高兴的天天把下巴给乐掉了 我就不知道这春晓是怎么了 你把什么 那是因为你根本都没有 真正体会他的感受 如果你的楼盘被人贬得一文不值 你的创意没有人认可 你会怎么样 这 这 他 他 对于春晓来说啊 这份工作 他从毕业就干到现在了 除了你们这个家庭 这是他衡量自我价值最重要的标准 如果你要是不认可这个 你等于就是间接贬低他这个人 这么严重啊 相信我 比这个还严重 女人啊 天生就有一种把自我伤害 扩大到无限的本能 时间越长 伤口越大 那我该怎么办啊 道歉 越快越好 道歉 我 我天天都在道歉 这 你别和自己老婆赌气 就算不是你全错 男子涵大丈夫退一步怎么了 封光是自己家老婆 我 你说得也对 男子涵大丈夫 退一步海过天空 这样吧 你教教我 你应该怎么说 我怕我这一说错了 这 他一下子又急了 这女人吧 有时候需要的 仅仅是一个拥抱 这 就一个拥抱 这么简单啊 好 看来今天这顿饭 很值 我突然发现 你应该做我一个免费的 婚姻咨询师啊 还想吃点什么继续点啊 服务员 两个王吧 你这不又发现我一优点了吗 是是 来 你说说 这报价也太离谱了 照这么下去调查一圈 咱们几个月都赚不回来 现在这个市场整个都已经被垄断了 就这么几家 每一个都坐地起价 不过你说得对 如果一下子要投入这么大成本 确实风险很大 是 那我们还是要从市场调查开始 是 你怎么一直都试试试啊 现在又不是在公司 你不用把我当成领导 我们可以轻松地交流一下啊 我 我这不是等你先发完言 再发表意见吗 那你有什么想法 你看啊 调查来调查去 无非就是这么几个问题 对不对 何必找什么调查公司呢 这点活自己就能干了 更何况我还是 体校毕业的 你要是吧 也是 不过这样可能就要辛苦你了 这算什么呀 全当锻炼了 回头咱们找几个员工 明天到大街上一发 OK了 那就辛苦你了 不过我比较急 不用等到明天 来 这没做好准备呢 你 您看啊 这是我们一个新的分组式训练 您好 请参考一下吧 谢谢不用了 您参考一下 这样的话 您好 参考一下吧 好 您好 请参考一下 不了 不了 小姐 当务一下您的时间好不好 来 你们先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训练吗 您好 参考一下吧 您看看 好吧 你看 就在这个地方 对 比如说有一些新的舞蹈班啊 三把舞 还有钢管舞 您参考一下吧 那钢管舞是你教吗 是我教的 你们的计划好多啊 这确实是我们的计划 这位呢 刘教练 就是我们健身中心分组的倡导者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试试来体验一下哦 要不要哪天我们一起去试试啊 好啊 这样 那个上面有我们的地址还有电话 如果准备来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预约 好 好好好 拜拜啊 美女 记得来啊 现在的女孩啊 不过今天真的是多亏了你了 原来她们都以为我是骗子 谁说的 你一看就是好人 真的啊 你这 面膳 我去了啊 小姐 可以做个调查吗 可以的 小姐 参考一下啊 哦 我这是做个调查的 对不起 老婆 宝贝 对不起 算了 也怪我今天心情不好 我有不对的地方 都怪我不够体贴 是让你有点受委屈了 好了 这篇就算翻过去了 好 老婆 但是老公你怎么知道 黄玫瑰是道歉的意思啊 我当然知道了 这一个女人在受委屈的时候 一个拥抱胜过甜言蜜语 看来是有高人指点过啊 谁啊 是我自己琢磨了一半 还有一半是那个叫什么小贤什么 真是的 进去吧 你不想我吗 别问那么多了 什么这ée 老公 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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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东 刘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那么大的广告牌得花多少钱 听说你在几个报纸上也做了广告 这广告我认为是有必要做的 我们也做过市场调查 再说我们之前公司的合同我们俩已经讲好 你是不用干涉经营的 不干涉不代表不过问的 那你想过问什么 广告上那男的哪儿找的 他是我新找的新教练 我们这个班的创意也是他想的 我想也是 你没把他光当教练用吧 他拍这个广告是免费的 我说的不是这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 咱俩现在是不在一块住了 这不假 那是因为咱俩在一起待着没劲 但是你不能把我当王八 谁要给我戴绿帽子 那我可不答应 我这人就这样 你可以跟我打 可以跟我闹 但是你不能羞辱我 现在是你在羞辱我 我跟你说 我跟他只是同事关系 同事关系 把一个比真人都大的相片 放门口想干嘛 你怎么不放一个 自己不认识的人 这不还说明你喜欢他吗 我是不是傻子 你今天来 就只是跟我说这件事啊 当年要不是你怀着孩子 去做形体 葱总能变成这样吗 现在你看上小白脸了 葱都变成你的累赘了是吧 当年的事情能不能不要再提 我说了不止一次 过去就让他过去 还有 匆匆我也已经讲了 我一定会带到底 另外我再重申一次 我跟他就只是同事关系 白玉姐 你心里怎么想的我能不知道 你不就是想让我把健身中心 进行财产分割 到时候分开你 门也没有啊 那你想怎么样 那是我的买卖 买卖是要赚钱的 赚钱是商人的本性 那你的意思 是我们这婚永远离不成 我永远只是你赚钱的工具 你可别这么说啊 你还分了钱呢 那你就别干涉我的经营 你的经营我还真不想干涉 但是你的感情要是留了好那可不行 毕竟现在从法律上讲 你还是我老婆 不 爸爸 爸爸 陪我玩 一边去 玩着 妈妈都打我 你这人怎么这样 为什么要动手推她 太过分了 你在这儿啊 你打我 你放我 你敢打我 我不动手 你还先动手了 爸爸 爸爸 你倒车啊你 白姐 你来得正好 快看一下 咱们的学员报名已经超过五期了 真的 当然了 你脖子怎么了 没 没什么 自己做动作的时候 不小心碰到了 不可能啊 这不像是碰的呀 你还是搞好你自己的事吧 现在学员那么多 工作量那么大 是啊 所以学员来了 你的形象才很重要啊 到底怎么了 是不是 你还是别说了 免得你 那 不过我告诉你一个好的秘诀啊 用那个红花油 配上鸡蛋青抹在幻处 肯定管用 真是两难权 难得你这么细心 还会顾忌别人的感受 到底怎么了 是不是 匆匆 其实这段时间我也有点累 不过谢谢你 帮了我很多忙 别这么说 我也没起多大作用 不过啊 咱们的学员可是招进来了 就差教练训练了 谢谢 客气 谢谢老公 对了 今天晚上我就不给你吃晚饭了 我约了几个重要的客户 你自己去玩吧 我明白 你今天怎么了 答应得这么痛快 你老婆一直都是这么贤惠 你不知道吗 那当然了 行了 我走了 再见 拜拜 喂 你好 妹妹 我是凯全 这样的 我告诉你啊 就是昨天我们吃饭的事 你最好就先不要和春晓说 本来没什么事 你这么一弄 反倒像有什么一样 没事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行了行了 别解释了 我明白 好 谢谢 早啊 早 春小姐 对不起 怎么了 你什么 采访的事 我也是被主编临时推上去的 我还以为是什么呢 有人愿意多干点活 我还落得清闲呢 你知道 什么叫做富贵闲人吗 虽然我家里也算不上富贵 但是在杂志社 能做个闲人也算不错 是是 以后如果有什么事 你尽管交代 说起来还真是有件事 这件事我琢磨着 也只有你能办好 我们 在雨里相识 一起从梦中醒来 你是我的真爱 我真诚的期待 今生不分开 只想用我的疼爱 抚平你心里的悲哀 有温柔的情话 穿过银海 相爱到永远 我们一辈子 慢慢变老 我们爱一辈子 好不好 你是我生命中的骄傲 你是我生命中的骄傲 好不好 好不好 我生命中的骄傲 我生命中的骄傲 我生命中的骄傲